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室内主播太多了 竞争力怎么说也饱和也多嘛 像我们就是比较普通的 没有才艺的或什么呢 只能在外就是靠风景啊 靠路人啊 靠一些就是围观的会多一点对吧 然后如果你有才艺的话 当然是自私心那样 外面太冷了 有时候灵度实在是受不了的呢 太冷了 白天是有自己的工作的 然后呢直播也是我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 是很喜欢唱歌跳舞嘛 所以说也想拿它来作为一项副业吧 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就过来直播 所以就过来直播 不好的时候我就是播一天 就是半个小时六个小时 可能也有十块五十块四十块 就是不好的时候 就是如果好的时候 就是可能有五六百 三四百很正常的 看好的时候五六百 不是说每天都有这么多的 就像我们室外的话就没有那么多要求了 就觉得你在室外或者是凌晨一个人 就觉得你挺不容易的 就可能会就好一点吧 又要求没有那么高了 比如说你室内必须要长得好看啊 对不对 才能吸引啊 吸引观众嘛 对不对 像我这种普通啊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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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有个人 编累 就连起了 就是 急于